大约一年前 仁者租房的小区 陆续涌入了很多 长租公寓公司的工程队 开始装修并出租这里的住宅 与此同时 周遭的房租每年递增 仁者在北京的这套房 四年没涨过价 住起来虽然有点想升级 但是换掉吧 又舍不得这么低的房租 于是仁者想了一个办法 自己出一小笔钱装修房东的房子 让玉石和内墙换人一新 房东免费被装修的代价 是同意未来三年不涨租 协商的过程异常顺利 轻松实现了房东和租户的双赢 没想到去年的这个计划 竟然和隔壁的长租公司不谋而合 仁者和长租公司都签了 三年不涨房租的合同 也都自己掏钱装修了房子 提升了公寓的经济价值 但是我们之间有两个关键的不同 第一 装修完毕 仁者是自住 自己享受稳定的房租和装修 而长租公司则当了二房东 高价转租了出去 第二 长租公司作为二房东 把未来的租金收入作为抵押 搞来了一笔贷款 拿着笔钱去装修更多这样的房子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都看到了疲惫公寓升级的经济利益 但是仁者的小农经济思维仅仅造福了自己 而长租公司的资本运作则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 抬高了一代人的房租成本 小汇与房东 更多的造福了长租公司的投资人 但是又何必做到这里就收手呢 当这些长租公司手里接过来相当比例的出租房源 他们很自然的就会科学的管理库存 换句话说 故意把房源压在手里 抬高市价 长话短说 这就是发生在今年夏天 北京房租能涨20%背后的故事 也是房地产销售市场提软 资本转参租赁市场的结果 更是传统思维和资本运作 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 给出的截然不同的答案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